这样这样这样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熊 今天呢小熊会用超简单的方法 教大家呢画一些好看又易学的质感 对不对 比如说呢大家比较关心的 玻璃的透明感该怎么画呀 水的通透感该怎么画呀 宝石怎么画冰块怎么画等等等等 希望呢大家都能认认真真的看完这期视频 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对不对 咱们呢循序渐进 首先呢我给大家讲讲透明的玻璃制品该怎么画 那咱们就画一个最简单的 跟大家讲画一个杯子吧对不对 第一步咱们在纸上呢先起一个杯子的轮廓 注意啊玻璃是有厚度的 上下杯口的透视关系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下一步咱们用一个淡蓝色顺着内杯壁的下半部分和上半部分呢 稍微抹上一圈颜色 然后把这两笔颜色呢用清水融合在一起 下一步咱们继续用这个淡蓝色 在内杯壁呢画上一圈颜色 然后把它均匀的抹一下就会形成一个留白 这个留白正好是玻璃的杯口效果 然后下面呢顺便抹上一点小阴影 轻轻的用水一抹就行 上面杯口颜色干了之后呢 咱们取一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去勾一圈边 然后把杯子的外壁也勾一圈边 注意啊杯子是有厚度的 所以说呢中间会有一点小留白 接着用这个颜色把杯底呢稍微点缀一下 画上一点点光影的效果 让它看起来更加立体一点 重点呢就是两边以及中间各补一笔 让它间隔开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咱们继续用这个颜色顺着内杯壁 稍微给它加重一下 这样的话呢这个玻璃的厚度感觉呢 就更加明显了对不对 再把杯底的地方呢稍微加重一下 画玻璃啊讲究的就是一层一层的叠色 让它层次感比较强一点 透明感也就强了 最后呢咱们再处理一下小细节 加点小阴影啊什么的 这个杯子的透明感呢就画出来了 是不是很简单呀 两分钟就能学会的 真的特别特别的简单 我估计这个杯子啊 三岁小孩都能跟着我画出来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看着现在这个玻璃感十足的空杯子呢 可能就小伙伴忍不住就要问了 忍不住呢就要发弹幕了 发什么呢就会发 哎小熊呀 这个杯子里能不能来点饮料啊 嗯满足你们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讲解的就是 半透明的这种彩色饮料 也就是液体 该怎么去表达它的质感 首先第一步顺着那杯盐 画上上部的颜色 轻轻的呢把它往下抹开 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比较不错的熨染效果 然后底下呢加重一下 换一个颜色 让它有一种渐变的感觉 再往这颜色里呢稍微点几个墨点 让它自己扩散开 水的边缘处呢加重 稍微呢断断续续的去画 然后贴近杯子的地方呢 也稍微加重一点 再把水面呢轻轻的铺一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 把边缘呢再加重一下 再加一点细节 这个杯子里装着饮料的感觉呢就画好了 看到这呢可能就又有小伙伴忍不住就要问了 忍不住呢就要发弹幕了 发什么呢就会发 哎小熊呀 我想再加几个冰块怎么画呀 这个问题问的好啊 如何在水中加冰块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很多小伙伴就把它想的复杂了 咱们就先在水中呢 画这么几个连接在一起的线条 然后轻轻的呢把它给抹开 边上呢也顺着画这么几个方形的痕迹 对不对 就是你用颜色去填出方与方之间的空隙 慢慢的呢你会发现这个冰块的质感呢 就呈现出来了 这个是非常好画的 对不对 我给大家画满满一杯的冰块啊 这个东西很多小伙伴容易犯错误 就是很多小伙伴呢 会去用颜色去画出一个一个的方形冰块 而不是说用颜色去填充方形冰块边上的区域 你去填充边上区域呢 会让这个中间的方呢变得通透 然后呢自然的留白了出来 对不对 这样更像冰块啊 很多小伙伴就是画反了 其实就是你仔细想想无论你是去喝冰可乐啊还是去喝冰饮料 里面的冰块啊是永远要比外面的这个饮料颜色要浅的 对不对 这一点呢很多小伙伴就计反了 所以说就画错了 那么最后都画到这了 那就在此基础上呢再给大家画上几个网杯子下面流淌的小水滴 跟大家讲讲如何通过这个小细节呢增加整幅画的一个细节程度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小水滴其实很好画的 首先呢咱们用一个比较深的颜色 在这个水滴左边的地方稍微给它勾半个水滴的轮廓啊 注意只勾半个水滴的轮廓 然后右边半个水滴呢 咱们又用一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给它画一条 然后呢把这个颜色抹开 左石右虚这么去画 就自然而然的呢 这个水滴的效果呢就比较的逼真了 对不对 然后呢咱们在杯子的边缘处呢 也稍微的给它画上这么几个流淌下来的水滴 这个效果呢就比较明显了 整一杯冰饮料的感觉 从教大家画这个玻璃杯的玻璃质感 然后教大家画这个彩色饮料的这种水的半透明质感 接着呢又给大家讲了冰块在水里该怎么画 然后呢最后跟大家讲了一个比较小的点 那就是杯壁上的这个小水滴该怎么画 对不对 简单的一幅画给大家讲了四个比较重要的一些 小质感的刻画 希望大家都能学的会啊 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简单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进入下一个部分 跟大家讲一讲彩色的玻璃或者彩色的宝石 该怎么去画对不对 首先呢咱们先画三个彩色宝石吧 画三个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长条形的 一个呢比较规整的切割型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自然形成的这种比较碎的 切草时候呢要注意线条一定要是横平竖直的 对不对 千万不要打弯 你一打弯了它就不像宝石了啊 那么咱们就一个一个画最上面这个画一个红宝石 画一个紫红色的 然后首先呢咱们给这个宝石铺一个底色 底色怎么铺呢 就是你调一个颜色啊 大面积的刷上 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 在有一些靠近边缘的位置呢 要给它留上一圈小小的白边 对不对 就在画的过程中大家要留下一圈小小的白边 这样的话呢最后画出来效果就比较好 那么咱们用同样方法 把这个蓝宝石和绿宝石也都铺一个底色 大家可以看到啊 其实就是铺一个底色 然后在一些关键部分呢稍微留白一下就可以了 有了底色之后呢 第二步就是加上第二层的这个宝石各切面之间叠加的这个叠加色 对不对 这个颜色呢 大家就需要去仔细的研究一下了 什么地方你觉得它应该加上一条重的颜色 什么地方呢 它需要稍微卡一卡边 什么地方它需要深一点 什么地方它是后面与前面切面的叠加 对不对 这个东西你看似很复杂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技巧 那就是呢 靠近边的地方稍微给它加重一个小块块 然后呢 要做到黑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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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穿插结构 就是你一块重一块浅一块重一块浅 这样的切面呢 你可能画的不太讲究 但是最后的效果呢 还是会比较像宝石的 那么第三步呢 就是取一个比刚才那个颜色还要再重一层的颜色 找一支稍微细一点的笔 把这个宝石的边边以及宝石里面的楞角给它画的锐一点 实一点 宝石的质感就瞬间拉满了 对不对 现在你们再看看这颗红宝石 是不是瞬间感觉有那味了 对不对 那么咱们用同样的方法呢 快速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蓝宝石和绿宝石 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对不对 这个虽然说它们的造型不一样 切面也不一样 但是实际上画起来的这个 内容和画起来的方法呢 是大差不差 大相雷同的 对不对 说白了就是简单三步 铺底色留白 加上叠加的颜色 然后要做到黑白黑白黑 这么一个过渡 然后呢 再勾边 再卡一下里面的棱角 就OK了 那画完这个宝石之后呢 可能就有很多小伙伴 忍不住就要问了 忍不住呢 就要发弹幕了 发什么呢 就发 哎小熊呀 如果我画的是颗假宝石 怎么办呀 很好办啊 怎么办呢 咱们让它裂开不就行了 对不对 顺着这个你想裂开的位置呢 用这个刚才勾边的这个颜色 轻轻的勾一个 也是不要打弯啊 一定要竖着垂直着 横是横 竖是竖 斜是斜 这么着 打上一圈 然后呢 再稍微给它像蜘蛛网一样 散射出去几个裂痕 最后呢 再在裂痕的相接处 稍微加重一下下 哎 这个假宝石碎裂的效果 就出来了 字不是很简单呀 快点上手试一试 跟着视频学起来 对不对 三岁小孩都能学会 你告诉我 你不会 那么宝石 杯子 水 冰块 水珠 都画完了之后呢 咱们再给大家画一个 大家比较关心的啊 那种深色的 半透明的瓶子 该怎么画 也就是平常小姐姐 特别喜欢画的那种 化妆品 护肤品的 特别漂亮 那种小瓶子 对不对 这个呢 其实和画杯子和宝石 大相雷同 那半透明的质感 而且还是深色 首先咱们就在中间 铺上需要半透明 铺来的那种颜色 然后外面呢 加一圈深 让它呢 自己孕染一下 等它干的这个过程中呢 咱们可以把瓶盖的这种 金属质感 给它画出来 对不对 金属质感讲究的就是 实 深是深 白是白 灰是灰 一块是一块 对不对 接着底下的底色 干了之后呢 顺着瓶身 从两边开始 画上第二层颜色 第二层颜色呢 就把上面那种深色 玻璃的深邃感啊 给压上去 接着呢 稍微压压边 然后把瓶子内部 那种微微透出来 里面的那种玻璃厚度的感觉 也画进去 这种黑色的质感啊 反光是比较强烈的 所以说咱们需要用到白笔 稍微呢 给边上增加一点 反光的效果 再把这个瓶身上 漂亮的标签给他画上 哎 这个呢 写字好的小伙伴 就特别占优势了 像小熊这种写字 极丑的小伙伴呢 嗯 这一块就非常非常的难受了 对不对 最后呢 再稍微处理一下细节 这个小瓶子呢 就画差不多了 这时候呢 可能就小伙伴 忍不住就要问了 忍不住就要发弹幕了 发什么呢 就会发 哎 小熊呀 你画的这个小瓶子 我看起来有点眼熟啊 三色宝石已极其 隐忍三天 时机已到 没错 我画的就是 能让皮肤痰润细腻 变得透亮 熬夜必备的热销 抗出老精华 原来你是 哼 有眼无珠 我就是欧莱雅 黑精华 维稳修护 肤质能打 好了好了好了 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啊 咱们视频继续 那么一提到这个 皮肤细腻 透亮呢 那如果让它透亮到极致呢 那不就成玻璃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呢 咱们就运用前面视频 所讲到的每一个小技巧 咱们画一个 玻璃做的 水手服小萌萌怎么样 对不对 咱们呢 就把之前的这些 简单的小技巧 运用到这个 画小萌萌的身上 看看最后能画出 什么样的效果 我能够似的你 我能够似的 但你能够在身边 你能够的 你不能够 今天就能够 你会说 我会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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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再画一个玻璃做的小猩猩 这个通透透亮的玻璃小萌萌就画完了 那么最后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前面给大家讲了一些特别特别简单易学的小技巧 后面给大家综合展示了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看懂学会了没有 对不对 其实都特别简单的 大家一定要上手试一下 试一下你就会知道 真的很简单 这玩意儿真的能让皮肤变年轻吗 我涂在手上试一下 诶 不会吧 我再来点试试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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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